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 全新的一年就是一个全新的季节 全新的季节我们要建立全新的秩序 就是养成一个美好的属灵习惯 我想我们可以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先来到主的面前 亲近神默想阅读祂的话语 这就是神给我们新生命 新的季节宝贵的礼物 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今天早晨一直到晚上 主的灵粮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肩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拿萨勒 往加摆农去 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 在西布伦和拿福塔利的边界上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西布伦地 拿福塔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 德人如德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他兄弟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 在船上补网 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船 别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癫痫的 瘫痪的 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低加坡里 耶路撒冷 犹太 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今天经文的主题是 为了传扬福音的使命 为了传扬天国福音的使命 我想一开始十二节说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肩 就退到加利利去 然后接着讲到说 这是因为要应验 先知以赛亚的话 十六节说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印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主耶稣夸奖施洗约翰 是点着的明灯 但是灯是需要有的 是暂时的 可是耶稣自己是生命的光 光是自由的 是永恒的 是普照大地的 施洗约翰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 而这时候他先锋的任务 也已经到了尾身 施洗约翰是我们的好榜样 第一个他全然尽忠 第二个他知道自己的角色 他高举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至终看见 自能够带来救恩 美好盼望的是主耶稣自己 我们也从接下去的 第十七节看见 耶稣的救恩从哪里开始呢 这里说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这是耶稣在地上做工一开始所讲的话 其实人越认识神 就越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悔改跟认罪是我们生命中间还活在肉体的时候 经常需要操练 也是圣灵光照的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有的觉醒 悔改是建立在 我是个罪人 我们天性 就从亚当以来 我们生而为罪人 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常常透过悔改 来到神的面前 而认罪是针对我们的罪行 也就是说 我们因为是个罪人 所以我们会犯罪 因此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我们需要常常透过悔改和认罪 以致我们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得连续蒙恩会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在这里看见 耶稣一开始 他传福音 他宣扬救恩的好消息时 是从悔改开始 愿这也成为我们在世生活 生命里面 非常重要的态度 另外我们也看见 十八节这里说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这里讲到彼得和他的弟弟 安德烈 是在海里撒网 他们说他们本是打鱼的 如果我们在对照看二十一节 耶稣呼召亚哥跟约翰的时候 这里说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 西门戴的儿子亚哥和他兄弟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西门戴 在船上捕网 耶稣就招呼他们 所以我们看见 彼得兄弟蒙召的时候 是在撒网 这也可以应用在他们日后的事工 比较是在福音步道 直接为主得人上面 而雅各和约翰 被呼召的时候是在补网 好像他们的生命中间 也比较是做造就栽培的工作 无论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 放我们在什么样的角色上面 只要我们全然尽忠 我们都可以完成神的托付 我们要接着从19节到20节 来看起初耶稣呼召门徒 门徒跟从耶稣 有什么样子的条件 关键值得我们学习 19节说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20节说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在这里我们看见 先有跟从 然后就能得人 而得人如鱼 也是真正跟从主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在20节特别说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真正跟从主 必须要立刻跟舍了 如此才能专一心智的 跟从到底 我们如果对照约翰福音15章第5节 那里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如果我们如果从这里来看 其实得人 这个如果说我们跟从主 就是住在主的里面 得人如鱼 就是多结果子 如果我们在对照耶稣讲到的 大诫命跟大使命 那么我们可以说 跟从主 或者住在主的里面 那就是大诫命 尽心尽信尽义 爱足我们的神 然后讲到得人如鱼 及多结果子 这就是大使命 你们要去死忘名 做我的门徒 如果我们从20节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再到22节 他们立刻舍了船 别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我们看见一个真门徒 是可以舍下来的 因为有舍才有德 跟从耶稣 看见他们是兄弟 他们所做的榜样 他们舍了网 他们还舍了船 所以他们把他们一切 生命所有的奉献在神国 愿意全然为主 然后全心的跟随 这就让我们看见 跟从主 做主门徒的好榜样 在23节这里说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坛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这里我们看见三件事 第一个耶稣教训人 第二个传福音 第三个医治疾病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日教会 所要学习的三大事工 我们有教导 我们有步道 不过还有说第三个事工 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我们看接下来24节说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癫肩的 瘫痪的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我想对今日教会来说 全能侍奉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更是为了 福音大使命的缘故 我们能够透过圣灵 所施工的能力 我们到今日仍然要 医病赶鬼 彰显神的荣耀 耶稣应许在信的人 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为着神国的拓展 为了主自己圣明的宣扬 为了福音能够在各地被管传 求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 赐给我们能力 权柄 恩赐 好叫我们能够在今日仍旧做 主自己所做的事 教主的名得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天父 把美好的福音 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 主耶稣你在地上行走 给我们树立美好的榜样 也叫我们今日每一位神的儿女 学习跟从主 做主的门徒 在这个地上高举 彰显主自己的圣明 听我们同心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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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